说钱不出,太尴尬了 说近日,重庆于北一小卖部老板唐女士在手机上发现自己欠债三万多元,随即报警 经过调查,民警发现这些钱都被唐女士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转走 该朋友教唐女士用智能机,取得她的信任后分十八次将钱转走,现已被刑拘 打着好些人的旗号去干些坏事,可恶加倍